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题目是寫的应用政府资料 我没有加上开放点文字 比如说我之前拿到的资料是 还在未开放的情况下去拿 有一部分是已经开放了 我做APP已经做了大概3天左右 那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今天跟商量资料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成文出 那你在找我的话 你说打KNY就可以找到我的 在Google打KNY就可以找到我的 那我现在是APP跨界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那再来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拿到Google的Google Playtime developer 那在Facebook也有在 有一个社团是APP开发者社群 那这边现在刚破有一千人 那大部分很多开发者 APP开发者都在这边 会交流一些市场讯息 那我最下自我介绍就是说 我的APP现在有三款上架 这个是高速公路级行 它已经有160万的下载数 就是可以即使看到 现在道路摄影机的情况 那车数 那下一个是 那下一个是 刚刚这一个的话 它的资料是从高速公路群 还有金广去取得 比如说这边有一个 金广的路况 那这边是影像 还有一些测书 这边是从高速公路群那边取得 那下一个的话 是台湾天津资讯 这个的话 是从气象局 那还有圆人会 接着还有银隔厅 那上班 那是那个行政 那是行政总局去取得的资料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 这个是从那个邮局拿到的 有地区号去做查询的 这三个是我这三年做的APP 那这个图呢 大家很多人看过 就是说 大家看open data是在这一块 可是 目前我感受到的氛围 大家好像偏重 好像是在开放资料这一块 就好像等于open data 这边好像等 可是 在open garum data 这一块其实是蛮小 一部分的 那这几个专用名字 其实还蛮好记得 就其实你念台语 就知道怎么记得 这个叫欧阁 欧橘 对 它叫欧低 对 这一个是5GD 那中间这个 现在大家在吵的这个东西叫 黑智座 或均匀 就蛮好记得 那等一下我讲的东西就是说 我去拿的东西 其实是拿政府资料这一块 那只是说 这两三年的氛围 慢慢有偏往开放资料这边过来 所以有一部分已经放到这边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最近政府 有放到open garum data 这边有哪一些 哪一些资讯 比如说这个是中央的开放资料平台 它是在今年4月份上架的 那这边有哪多开放资料的东西 其实都有整理上去的 我问一下现在 你说你是在做APP的 或者是说你公司有在开发APP的 那请我去收一下看一下 OK 那你有拿政府的资料在做APP的 有吗 OK OK 好 好 那我让一下看一下 这一个的话是roll-away的 它有一些很多 比如说产销履历啊 企业股的资讯有在这边 那下一个的话 这一个是环保署的 环保署 这个是这几天上去的 再来一个是地方政府的 这个是台湖 北市 这个是台中市 看了这么多 这是最近今年从春天以来 政府在开放资料 把它做成一个平台 把资料釋放出来 是这几个资讯 那 刚刚看了这几个是官方的 你们有去看过这些网站吗 刚提了这几个 有的举手看一下 大概有需要 OK 那还蛮热的 那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 谁在做APP 为什么APP跟Open Data有什么关系 其他两个 没有多大关系 只是说 这一年多以来 Open Data很热 这三年以来 APP很热 所以 好像说APP 是Open Data 应用的 好像是一个 比较好的展现方法 那我这边提一下 就是说 是谁 有谁在做这些APP 刚刚提到 有些公部门的资料 因为我问一下 刚刚问一下在座 就是说 现场面对政府的开放资料 去做一些应用 好像都没有 那 我看一下 我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公部门 公部门 公部门的话 这个我是取个范例 不是针对这个单位 这是台北市政府的 他们做的APP 那你看到 这边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APP 都在上面 除了台北市政府以外 中央的 或者地方政府 其实在这前两年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APP 那 这些APP 因为现在在台北市 你用过台北市的APP 请拒收看一下 OK 那 觉得做得不错 很难一人拒收一下 不是真的台北市政府 就是因为有很多 因为他做了很多 所以我直接截图比较快 一张就解决了 要不然其他票都做 那民间的话 民间有这些 比如说 这一个是我的高速公公 那这个是看火车时刻表 这是看天气 那这个是看测速照相 那接着的话 这是看一些公车的资讯 拿去一下 你可以发现说 我前面列出来 这边是他的下载数 破10万 破50万 破100万 他的等级 那这个数字 10万对公部门来讲 他觉得这个已经很棒了 50万跟100万 他觉得这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很难去达到这种下载数 那 公部门跟民间做的差异点在哪边 这个等一下我也不会提到 那我 下一张投影片是比较有趣的 就是说 呃 这边是政府资料 我没有写开放政府资料 注意 没有开放 是政府资料 那政府资料 在这边 有谁在做 公布吗 会去做APP 他为了什么 理由 原因要去做APP 因为APP很热 对 人要有感 所以他去做APP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两年后还是五年后 会不会又换另外一个方式 来呈现这种东西 那他去开发APP 那民间也会去开发APP 对 那有一部分可能是商业公司 他可能因为商业利益去开发 这两个呢 都是拿政府资料 去开发 好 今天开始 把他当成说 好 开放政府 直接要去开发这些APP 会发生一个情况 两个都到最后 其实是竞争的状态 我们都是做一样的事情 那都是给 最后是给客户使用的 那 政府单位看到 是给人民使用 但是商业公司看到 是给他的客户使用 可是都在同一个市场里面 到最后 商业公司或者民间开发APP 跟政府开发APP 两边是竞争的状态 那 这个会发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下一张同一篇会讲到 下两张 APP这个市场呢 我去观察一下 它是非常的商业 非常的使用者 跟工部门 跟政府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句话的解释是这样子 APP整个生态是掌控在美国 商业公司的手上 跟Web完全不一样 那 我们的国家真的要丢国家预算进去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现在用的APP是从哪边下载的 你用Android的话 从Google Play 你用Apple手机的话 从Apple那边下载 比如说 你要上Apple的话 是不是要结果审核 那你在上面 假设说 政府制作的APP 用国家预算做了之后 Apple不准你上架 怎么办 你已经花钱了 或者你在Google Play上面 不用审核上架 可是有人检举把你下架 你上架被封掉 比如说某某某某 政府某某某某某单位 他那边被封掉 这时候怎么办 很奇怪 对不对 那当初政府去做APP的 现在是用APP的方式去做 APP是你网站放上去有个IP 人家可以连到你就解决了 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生态 可是APP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商业生态 被掌控在美国公司手中 OK 好啦 那你政府真的要跳进来跟我们玩 跟商业公司 跟一些民间单位在开APP 怎么玩 老方法 發预算 OK 开APP了 制作 好 假设说发现说 诶 没人用怎么办 账花钱吧 行销啊 政令宣导 你们看到捷律上有贴一些广告 电视上有一些广告 这个也是钱吗 那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充下载数 对不对 下载数变成他们的KPI 我有多少下载数就是我的政绩 那 这个就很奇怪啊 政府拿我缴税金来充榜 我也要充榜 那为什么税金不是来充我的榜呢 是从政府的榜 可是这个钱是我给他 等于说人民 民众民间 给钱给政府来 变成一个竞争对手来打回来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生态 所以我会认为说 政府其实是不应该去做APP OK 那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就是说 APP 是用来拼政绩的吗 拼下载数的吗 等于开放资料吗 其实都不等于这些东西 APP 它其实 不能把它画成OK 它画成等号 可是这 我们很明显感受到就是说 像连今年那种气氛很诡绝 就是说 你要做Open Data的应用 就一定要做APP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是做APP的 可是我一直跟政府讲说 你不要来做APP 但是这样子会挡到人家的财路 是蛮危险的 APP 其实它是不等于Open Data APP是用来说什么 APP是用来解决你个人化的问题 你每个人装的APP 其实跟旁边的都不一样 男生装的 女生装的 年纪不一样装的 其实都不一样 但是解决出我个人化的问题 那 这个东西呢 政府在做这个时候 没有考虑到个人化的解决 解决的方案 其实它施政 一个政策下去是一个普遍性的 可是它没有考虑到 其实它做APP的服务 是很针对 我觉得是非常个人的一种 个人化的服务 那这个它没有考虑到 那在这部分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政府 在做开放资料的话 是尽量往这种 比较有机的方式去做 比如说政府其实在 树根的状态 那 它本来这几年 从政府成立以来 它就一直在收集资料 一直在维运资料 维护 维护这些资料 那些资料呢 直至我们现在 希望它把它开放出来 放到民间去 那民间自然会去做一些 APP好了 web 其他的印刷品 因为有些人 没有数位能力 你可能一些日历 什么的印刷品的东西 那或者其他野生物 由民间去做这些事情 那民间做了这些事情之后 协会还会产生一些资料回来 或者一些意见的回归 再回归个政府 这样子是一个 比较循环有机的一个生态 那政府你其实在下面 你的专场其实是在收集资料 跟维护这些资料 已经做了几十年了 几百年了 这是你的专场 你整个系统的 政府的系统的架构 其实也是做到做这些事情 那你不要挑战啊 做到最末端的应用 不要 因为你会把你的角色 其实是混淆 你想想看 整个树把它翻转过来 这个树活得下去吗 就活不下去了 那我接着讲一个故事 就是 很久很久以前 在一个很遥远的 没有open data 的时代 我总终拿到资料 这个应该大家是比较有兴趣的 那这个是 辛酸雪泪史 你 你想像一下 在两三年前 没有open data 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怎么去拿到这些资料 看网站 还有吗 那有其他方法 这不是出版品 还有吗 用钱买 OK 看网站是大家最直觉的 因为从 1990 年代 台湾的 Internet 公布发展之后 政府这里 其实做了 做了非常非常多数 以万计的网站 那我们现在其实很习惯 是直接来这边 看说有没有什么资料 可以拿 那 这边有什么资料呢 这些资料 我们这样看 好像我们没办法直接用 那我们怎么做 把它掀开 你刚好是你给这些东西 对吗 那这些 这个掀开来的动作 现场应该 很多人 这一阵子掀开来的动作 对 那我们是要这个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是 XTN 对我们来讲 其实还不是资料 那我来解释一下 就是说 可能有点太清楚的 我讲什么 我们用个短话来展示一下 我怎么做app的 我去很多政府网站 去撈一些网页的资料下来 OK 饶了一大堆 那经过了一些神奇的方法 然后产生了我想要的 漂亮的资料 拍着真正其其的 然后再用一些比较 特殊神奇的魔法之后 它就变成大家手帐里面的 一个一个的app 那 这个过程呢 我发现说 其实我只要你这些资料 你干净的给我就好了 我就少了这一部分的手续了 那这部分的手续 你经过这个动作 其实就画了很多的成本在上面 人力的成本 金钱时间什么都在上面 可是这部分好像也是一个门槛 我发现说 你要做这个app 你要像他学会性 怎么把这些 变成漂亮的资料 才有办法 拿到 那很感谢政府的 政府的政府 他要退open data 政策 所以这边慢慢给我提供一些 比较漂亮的资料给我们 OK 那这部分也是要做啦 它不会直接 我们不希望说 它直接从这边 直接跳过来做app OK 可是 当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在从各个网页去拿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去抓资料 去拿资料 那你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非常的 我真的是严重 我们在底下一定有这几个字 有遇到吗 有遇到吗 可是你会管他吗 直接按右键 看原资料 我就是要点资料 可是大家 这个东西会怎么列在上面呢 跟刚刚的生态其实差不多 政府做了很多网站 政府做了很多网站 可是这个是几年来他们的政策要做的 那版权问题是因为我国的诸多权法的问题 那他可能有必须要列上这些东西 政府单位 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法人的身份 那好吧 你说要授权才可以使用 才可以转载 那我就去申请 那怎么申请 你要跟政府拿资料送 你要怎么申请 写什么 写Email 对 我写Email OK 我要跟他申请东西 他跟我说 请来我们申请 然后审查后 再回我们告知 不知道会不会过 先申请吧 大家告诉你会不会过 那假设说我直接用了 会收到关心的信 你没有跟我说 你就拿来用 为智慧本 本单位 经常收到这种关心的信 OK 所以Email 政府也会用 可是 你会得到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他要我做什么事情 写公文 对不对 好 没关系 我也会写公文 对不对 就 来吧 写公文 那申请书 要找申请书 写公文 写一张 OK 可是 一箱资料 就要一张申请书 一个部会 一个当名 就要一张只够 不止这几张 我家里一叠 OK 那 我都写了啊 好 太好了 这个故事我讲完了 我拿到资料了 这个故事 王子与公主 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可是我还有十分钟 表示故事还没有结束 拿到资料之后 我发现 这边 是我之前 申请之前 去网站抓的资料 然后我把它转成Data之后 我去互相比较一下 那这边 你去申请账号啦 不管什么 反正你就后台 他给你的资料 你两边的资料 其实应该相等 对不对 不相等 OK 然后 不相等还好 这边的资料比这边好 资料的品质啊 资料的数量啊 或者即时性啊 网页 就是官方的网站更新的速度 数量还比我拿到的还要好 那你会从哪边拿资料 继续拿 可是我有申请啊 可是你给我资料 为什么两边差那么多 这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在拿资料的时候 跟政府拿资料的时候 你觉得说 其实你是在跟政府拿资料 其实不是 有一个阴污者在中间 是谁 你跟政府拿资料的时候 政府其实没有办法做一些 很多东西都行出外包出去 或者不要按 你要拿资料的时候 有时候email我还是要 跟某些商业公司拿资料 比如说我要跟他 我申请过了 然后他就把我email 转给某某公司 然后请某某公司 来协助我开一个账号给我 其实我是在跟商业公司拿资料 这些商业公司 是在帮政府做外包的工作 那现在有规范吗 没有 那假设说 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点 就是说这些商业公司 会不会来做一些应用 可能会 那资料来做一些应用 你跟这些商业公司 也有可能变成竞争的角色 那这个时候 这个商业公司 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你资料可能比较慢出来 更新速度可能有比较快 或者它的其实性 或者它的数量 这边我们似乎没有一个规范 就是这边跟你说 好你把资料放出来 然后给民众去使用 那这个罗伊人们说 他资料放出来之后 民众就会 每一项资料就很热闻 就会一直去使用 可是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资料 比较热闻 其实都只有民生类的 其他有些资料是民众不感兴趣的 可是你不感兴趣的话 你就不需要开放了 那 目前这一块的话 我们是希望说 有一些方法可以去 可能是规范之类的 去规范说 比如说经验条款 你是在维运这些资料的厂商 你就不可以来做某些事情 这样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手上已经有大量的资料 因为就我现在的感受是说 这些厂商是想要 第一步拿到资料 要示范给民众之前 其实他已经先要做一些 营运、维运 或者做一些新的应用的计划 知道是很多啦 那 到民众的时候 他可能比 这些民众要去做应用 还是做什么开发的时候 已经早了可能 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了 就差很多 其实你继续观察一下 这半年来 Open Data在整个政府 他在开放资料的过程 你看一下 是不是有发生某些干扰的因素 其实是从这边发生的 比如说 有什么资料拿出来之类的 有时候不是政府不想拿出来 是这些厂商 可能没有科技能力 帮他把资料释放出来 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那 接着的话 我要说 最后一个是 如何促进 政府要开放资料 所以把开放民众放上去 其实很简单 就在200年前 有一位老先生 跟我们讲过一件事情 有人认识他吗? 这位老先生 哇 这怎么厉害 因为我去Wiki找 才知道 大家为止才这样 怎样 他讲过一句话 这四个字 附近天真 这个其实在 适用在开放资料上的生态 是非常适用的 我来解释一下 这边这几个蓝色小精灵 就是我们在做的你我他 你会拿资料吗? 你现在会跟谁拿资料? 政府开放资料 你根本跟他拿 那刚刚有提到 如果他还没有 之前其实他已经有了 比如说你要申请某些东西 什么成本 什么的 都会去某些事务所被申请 那时候其实你也已经在拿资料了 政府的资料 他现在是开放了 开放了 大家希望赶快来用 还有谁? 商业公司跟群众所贡献出来的资料 比如说Wikipedia OpenStreamMap 这是从民众贡献出来的资料 你看一下这个单位是竞争的生态 接着商业公司的资料 你有用Google Map吗? 有 政府也有图示资料 你有用过吗? 不知道 接着个人的资料 你有没有在Facebook打卡 你有没有每天产生资料 你的通讯是不是你的资料 你也在产生资料 再来一些NG 有一些组织的资料 不止这些 我只是把几个大圈圈挖出来 你想象一下 这些你我他们 正在每天拿这些资料来用 你现在是比较依赖 想象一下 你每天进来 可能看个地图 做个什么Facebook打个卡 做个什么事情 你好像比较依赖商业资料 那政府资料你有比较依赖吗? 好像 要缴税的时候 还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才会碰到 可是 你会发现说 这些其实都是一个竞争的角色 那为什么这些 比如连个人 连商业公司都把他们 跟政府竞争呢? 以前在 几百年前 可能是一个大政府的状态 那他资料收集都是由政府来回应 可是因为现在的恐慌部跟科技的进步 造成说 商业公司跟各个都办法去违运这样的资料 这个时候就有办法跟政府的资料来做竞争 那 你依赖谁 就会造成这个单位的一直成长 一直长大 假设说 你把这个单位都把它当成政府部会好了 每个部会 其实在开放资料 一直在做竞争的 竞争的动作 那你依赖谁的资料 这个部会或者这家公司才有存在的价值 假设说 一个不被依赖的单位 会消失在开放的党场里面 这句话经常跟很多政府部会讲这句话 他们不能理解说 我为什么要开放 那我跟他们说 其实你不开放没关系 到最后你可能预算不见了 什么不见的部会被拆掉了 OK 我们赶快开放 你想象一下 那很多部会 很多单位 其实他现在跟商业公司是竞争的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地图 我一些 连字典也是 你现在用的一些服务 其实都是在跟政府在做竞争 政府其实现在很担心 很担心 民众不用我的资料 那不用之后 他这些资料又没价值 没有被使用的资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OK 以上是我的报告 各位有什么问题 有任何问题想要问吗 有任何问题想要问吗 OK 那 跟政府的资料 就是他们的更新 就是各个单位的更新 其实又都不一样 然后又要继续接一下 因为你资料资料 他可能是给你现在的版本 那之后的资料 我比较期待 就是说政府现在是用行政命令 要求各个部位去送资料出国 可是我们政府是 现在行政命令是谁下的 行政院 我们政府只有行政院一个月吗 没有 所以我比较希望说 可以立一个开放资料法 对 那他就会要求限制 比较有稀的稀则 去说比如说你资料 有些东西可能要及时更新 每一秒的 比如说公称资讯 那有些东西可能要半个月 或者一季就要更新 要定一个规范出来 那目前是没有 那其实现在目前两个部位 其实很上 因为他们没有借过这个东西 那好 有些东西先上去了 那我可以看有没有人用 那比较多的使用需求 我再更新一下 那这样子 你好 我是蛮陌生的 但是就是说 我稍微看过那个 我们的演讲 他是拿了一个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联合国的一些 威生来部分 那几百年的全球的人类 收的资料 收集 收入转换等等 然后 重点是说 他有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说 联合国这样的资料 我本出来 他有一些 基本的一些做法 那我们国内的官员 懂不懂 这方面的概念 我稍微还听过 一些智能设计师说 我们开放出来的 data 很凌乱 能够有错误的 知识 有那个数据在里面 所以说 有些标准的 有些知识的可视 是不是也可以促进一下 呃 本国呢 不是联合国的会员 所以很多志愿都没有下来 接不上 那条线是断掉的 对 那像你说 比如说 政府还是民间组织 有没有参加一些 呃 会议什么的 比如说指定这些规范 这个东西 其实 我的感觉是 台湾 是有点在玩自己的东西 但是有跟国外 是有联傻 有些人们帮忙 有把那条线 就是一条 很弱的线 有拉着 对 那是希望说 去正视这个东西 可以推出 但是毕竟 台湾的 你知道它的 呃 国际地位是 很现实的 所以 也会造成这个情况 是没错的 我们就谢谢肯定 吉他也分享 请不吝点赞 得挺欠性的 是 有无关 真的 不得 没关注 我 剛才